大囚驿馆虽然被烧了一半 但可纳不肯另一他处 走水发生在除夕 附近的百姓偷偷议论 说大囚作恶上天降伐 就因为要证明 他们大囚是狼神后裔 一统天下乃名正言顺 可纳不过规整了行李 大家挤挤 不能让人笑他们狼狈撤走 王上应该尽早离开大洲 一关失火实在蹊跷 再者 大洲发现不防图被盗 势必怀疑到我们身上 虽不敢明目来查 暗中不知派了多少眼线 王除夕冒险射灵 臣恐怕落入有心人眼 即便无人认出 也难保送莫子不说 他如今是大洲的女官 老臣看来 也似乎全然偏向于他们 实不能信任他 可纳也不喜欢莫子 他和其他王公一样 认为此女祸国 可纳慎言 国后之名怎能由臣下指护 乌言不悦 王 此女射下王手中之灵 分明已有决绝之意 便是忠言逆耳 老臣也要说实话 此女不配当王后 汉女卑贱 进宫必生祸事 若王一意孤行 只会令各族王公离心呢 可那仍劝 孤以为说得够清楚了 宋氏公于设计 其女之功更甚于父兄 大囚兵船长驱 直入玉陵水境 若不是他 能否 你们别得了好处 忘了感恩 汉女如何 大囚统下汉民千万 孤取汉女为后 民心可归 难道 可纳以为 大囚得天下之后 还应该将汉民 视为健库 江山之大 不得民心 那才真是自取灭亡 如今要以少胜多 手段不得不惭 莫子聪慧宽人 能为我笼络汉民 将来决胜之力 便在于此 乌言冷眼一扫 可纳今后若再辱王后 就辞官归老了 可纳不再说了 转身走出去 却在门口看到女儿月盈 端了茶点来 老眼微微一脸 盈儿 王入上都后 可照你侍寝 大囚男女风气开放 何则欢 不何则散 除了正妻 需要迎娶之礼 便是贵女 如果当人侧妻妾室 骑匹马 进婆家 就算嫁人了 月盈此次 随她出使大舟 本意确实 是来见识的 毕竟 香儿已经贵为皇妃 可纳一族 便是再送女入宫 她也不曾打算 让盈儿去 因为 她知道这姐妹俩 处得很糟 然而 她没想到 盈儿对王早存了心 出发没多久 盈儿就趁王酒醉 投怀送报 已有夫妻之时 当时盈儿说 只是戏耍 让她不必为他出面 可是除夕之后 她突然改了主意 请她将可纳家 另一个入宫的名额 留给她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只希望姐妹俩 能以大局为重 她眼里心里 只有宋姐姐 脑还有多余的情意 不过 女儿不怪 此时争风吃醋 无非惹人闲 爹爹也不要说 宋姐姐的不好 她身怀异能 还有造传绝技 香儿姐姐 虽学得一二 不过皮毛 实难同她相提并论 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何必为此等小事 坏了王的心情 影响到大求大业呢 月盈乖巧地劝道 可那想了想 点点头赞她 嗯 这点上 你比你姐姐聪明些 她有时做事太过急早 倒像极了我的坏毛病 盈儿 为父会送你入宫 你准备着吧 月盈双眸绽放异彩 对父亲盈盈欲服 谢父亲成全 等可那走了 月盈进屋檐房内 见她正对着一把 破旧梳子发呆 转念就知 是宋墨子的旧物 于是故意弄响脚步声 屋檐看了她一眼 将梳子收进怀里 不用再端什么进来了 我不吃 月盈也不劝 嗡了一声 细柳腰往回拧 仿佛自言自语 宋姐姐不肯回到王身边来 多半因为 她父兄让人害死 还有人追杀她和妹妹 我们这里面 有人处心积虑 置她于死地 换了我也不愿意回来 月盈 你知道些什么 乌檐将她叫回来 我知道的不多 对方身份高贵 弄不好 说我捏造 不过勤奋杀我灭口 月盈暗暗一笑 回过头来 却是正经神色 孤护着你 谁敢动手 乌檐是个心机很重的人 她并不相信月盈 但还是要听一听 不用我直说 我只问 忽威是谁介绍给王的 忽威瞒报莫子的下落 月盈由父亲那儿得知 我再问 除了王 还有谁知道 您和宋家父子之间的密信所在 是 响耳 乌檐顺时 皱起眉来 啊 这 第一问 是我姐不错 这第二问 我却半点不知 月盈假装惊呼 扑通跪下 我只是提醒王上 两处疑点罢了 并没有恶意中 我姐姐的意思 乌檐心情极差 对月盈说 此事对任何人不可说 你出去吧 月盈连忙说事 起身退了出去 宋默子说 王者之情不可勉强 只能顺水推舟 免礼藏针 表面无求无为 渐渐便得到一切 月盈想 她是对的 王后之位 若宋默子不要 自己来坐 气气她那个 骄傲的好姐姐 有人翻窗进来 乌檐望着那团黑影 他们事情办得如何 王 他们都被杀了 一个不留 影子有些陡颤 被谁杀了 墨子 不可能 他不可能下手杀人 他都算好了的 此局只在毁他之名 不知 宋小姐被追杀时 遇到一文一无两官 是我们未料到的变数 还有 那黑影在行动中为鹰眼 只负责报信 王是否用多派了两个人 此二人也用弓箭 可是 渐渐往宋小姐要害 若不是那文官 替他挡下一件 恐怕 就没命了 我不曾加派人手 乌檐捏拳 往桌上重重一敲 面色阴沉 竟敢屡次要杀他 甚至还混在我的人里 看来 心软的不是墨子 而是我了 那两个人呢 死了 黑影伏地不动 原本 让他们活捉三人 那位交代大理寺那边 已经全部解决掉了 不过 他让人传话 让王暂时 不要再惹出动静 否则 把他暴露出来 大事难成 至于宋小姐 他自会想办法送还 乌檐一挥手 那影子 立刻晋升 我更相信自己 事到如今 只有一人 能令他改主意 影子是乌檐 最忠实的部下 已经心灵神会 宋二小姐仍住在柳园 王可要我们去 请 不 我亲自去 乌檐拿起月营送来的茶 喝一口 不花翘的清香 还是暖的 到了大将之烤最后一日 天气晴朗 北风哈哈笑 烤场设在秋华围 原本是皇家打野兔的草丛子 如今围了大小的帐篷 皇帝 平叛 和受邀的客人 能舒服坐在里面 中间一块凹平地 搭了一方大木台 就是等一会儿 将师们要展示 精湛手艺的地方 木台两边各一个帐篷 分别为公布官员和选手的休息地 不过 这个所谓的公布官员休息地 今年十分冷清 没人来来往往 长着倒瓜脸的李官 八字胡 八字眉 八字眼 九品街 居然还瞧不起墨子 在那儿呜呼哀哉 说倒霉 丁狗朝他扔了一脑门木块 瞪眼 让他安静 便对正往四周看的墨子说道 正胖子和齐老头 是不是甩下你跑了 免得被你连累 丢官帽 今天来看热闹的人 比上回除夕眼多 墨子直指某帐篷 兴奋得十分没心没肺 好多贵妇人 已婚的没兴趣 丁狗爱泼冷水 扑 赞尽喷口茶 浇丁狗一脸 丁狗恶心到咧嘴 姓赞的 你报复呀 赞尽切他一声 掌眼睛到 都看得出我在报复 不然特地绕半个帐篷过来喷你 丁狗呲牙 嗷嗷嗷着 哭了上去 暂尽打架不输人 双臂一抬就掐了过来 别误会两人有深仇大恨 相反 默契见佳 能互相交出他们的背后 墨子在考虑要不要找两根肉骨头 来分开他们时 正稳跑了进来 因为奔得太急 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话 光吐舌头 而在一时半会儿后 齐修老大爷 不 大博士 慢腾腾入内 双手背着 漫条丝里做文章一样 这样也好 变相地同步 墨子等两个人都看着他了 问道 找到了吗 找什么 找另外两名大将师 墨子从皇帝那儿接到这件差事 就打算走访他们一下 结果连着两日扑空 今日要出题了 三人还没有交流 不用问 那两位也让人买通了 要整他呢 高调出名 墨子冷哼 真真是好的 不能再好的机会 宋姑娘 你说什么 郑文看似关切 墨子现在很怕老实面孔 不自觉转过身去 背对着 冷声再问 找到人了吗 说是就来了 郑文 嘿嘿笑两声 不是幸灾乐祸 是憨呢 墨子听来听去 维持这个结论 近是倒数几名 家境还不错 不是嫡长子 当官就是给家里添个脸 第一次给他的印象很机灵 结果 相处几日 就发现他这憨直来了 就来了的意思 就是等台上敲鼓 你上了台 他们一定及时出现 至于出题 别指望了 齐博士对他说话 仍冷冰冰 最好你自己有准备 否则 等着上去让人笑话 但 冷中有实话 咚 敲鼓了 他这回 主演 一上台 瞧见熟人 因为是主考和考生的关系 不能打招呼 对方有段时间没见他 突然在这里碰面 倒比他吃惊 眼珠子随着他动而动 对理官重复的那些规则 听不尽半句 墨子让他盯烦了 蹭到他那张桌 开口关枪 十八号 注意听规则 为例者 当场失去资格 那人 也就是敏松 眼睛横苗头 不能顶嘴 却只好忍其吞声 墨子把双眸 咪得跟近视一样 老气横秋 哼了哼 理官终于把 长长规律读完 像十来号人 这般介绍墨子 此乃皇上钦风 传思监察宋女官 也是今日这官 至谋出题官 各位留心着 接下来 都由宋大人说了算 说吧 反正下去 一点不愿意多呆的样子 进来上都传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墨子当官的事 只是 众人怎么也没料到 自己会直接对上 苦出身的还好 有点厉害傲气点的 面上毫不掩饰蔑视 墨子眼皮底下 就有个嘀咕 让女子考我 简直破了祖宗规矩 便是考过了 不过惹人笑话 倒霉 墨子一向能忍 听进耳里 满不在乎 朗声进入开场白 墨子初为官 蒙皇帅信任 上官同僚厚望 为各位未来大将出题 不敢辜负 虽无经验 仓促间 为及参考网利 定当竭尽全力 说到这儿 视线里出现两个 着将做官服的人 正慢悠悠走来 那就是早该露面的 大将尸了 一般开场 为了伯皇上印象 都会说上 很长一段吹嘘 再者 笃定墨子要拖延时间 等他们上台 否则 谁给他准备考题 因此 不慌不忙 今日之事 是最后一场 无取一 实属不易 祝大家顺利过关 下面 开始出题 墨子一笑 用观众都能听到的声音 说道 郑大人 请把考题拿上来 那两个收了好处 要整墨子的大将 脸色变了 面面相去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刘公公高声 传皇帝话 宋大人 宋大人 皇上问 为何不见两位府官 墨子回 皇上 两位提官 懈怠舵直 臣奏请 事后发落 皇帝直接说道 不必等事后 臣现在就准宋卿所奏 先谢二人大将之名 由此番考将中 多放两名补缺 待查明独职原有 再定其罪 那两位顿时腿脚发软 以为此女不敢拿他们如何 谁知 她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参了他们一本 皇帝还准奏 于是 连忙朝皇帝方向跪了 磕头喊恕罪 各帐里嗡嗡声四起 显然没想到 还没开考 就出了热闹 这时 皇帝和墨子都不理会 纯丝丝正垮了脸 对傅丝正说 此女狡猾非常 百损了咱们两个人 傅丝正叹口气 唉 也是上面的人 错估了此女的本事 怪不得我们 再说这些烤匠 年纪最轻的是闽松 其他多为三四十岁 最大的是位花须老人家 名册上写五十有六 一旦考上大将 便会封工部将座 和各司牙官位 成绩优异者 能成为御将 直接就是五品阶 这是大洲百年严成的 除了科考五举 另一个围观的途径 考将们一听 这么一来 又多了两个名额 对墨子丹出题 关一事 便不那么在意了 说到底 明贤由皇帝亲授 谁出题又有何关系 他要是一点不懂 出些容易的题 他们还好过 请订阅住 请订阅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